各位观众朋友 一起来看看最新出炉的台风浅示路径图 目前这个台风当然距离还有一段距离了 来 俄乱比的东南东方 2160公里的海面上 你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 往西北溪的方向前进 其实它就是沿着整个太平洋高起亚的边缘 往这个西北溪的方向靠着台湾而来了 目前进中心这大风速才只有18公尺 是一个很弱的台风 那七级风的暴风反击是100公里 但是别看它现在小小弱弱的 接下来这2000多公里的距离 足够它变得很强 而且还有可能会是接近中台的上限 这是刚刚气下中军的预报主任 最明点已经在他的脸书上面说的 所以接下来提醒大家 梅基就它的路径看起来 你看到这条线了 直部台湾应该是跑不掉 还有就是它会是很强的 几个时间点带大家看看 当然一直到星期六 星期天 可能台风距离也都还远 所以感受并不明显 但是从星期一这一天开始 星期一早上八点 台风的中心就已经来到距离台湾 大概剩下的是不到1000公里了 所以这个距离开始 逐渐有一些外围云溪开始影响 星期一陆陆续续外围环流到了之后 东部可能就会下雨了 星期二早上八点 台风中心已经非常靠近台湾的陆地了 而就这条路径看起来 应该又是从台东到恒春半岛之间 就是在南台东的地方 有可能是从这里直铺登陆 所以又要提醒观众朋友特别的留意了 那到了星期三的早上八点钟 这个台风中心会是在台湾海峡 在台湾陆地的西方 就这条路径看起来真的就是直铺台湾 所以要提醒大家务必多加的留意 接下来这个台风的动态 因为这条路径还会再往南偏一点 往北偏一点 其实就要看看 整个太平洋高掐势力的强弱了 所以路径还是有变数的 一切都不能排除 也有可能走巴士海峡 也有可能登陆陆地 无论如何提醒大家的 就是就现在目前可以掌握的资料 看起来前面两个台风 尼泊特还有这个墨兰地的灾区 包括了台东 包括了恒春半岛 这一次又会是接下来这个梅基台风 首当其冲的地方 一定要多加的留意了 再来我们就要看看卫星云图 现在云图上看到 就像我刚刚提到 这个梅基台风还是弱弱小小的 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才18公尺 但是因为这一段的海温 接下来它靠近台湾过程当中 海温够热够高 而且随时风切小 所以它还可能持续的发展 往靠近的时候其实就会更强 甚至不排除 刚刚其实向中心的主任也说了 不排除会变成重台的上限 其实前面几个台风 木兰地是强台 马勒卡其实就已经蛮接近 中台上限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会不会接下来这个梅基 会变成今年的第几名 第一名 第一名不太可能了 第二名还是第三名的 这个比较强度的台风 目前还在持续的观察当中 但再次提醒大家 这个时间点 就会自从下个星期一开始 为环流逐渐影响 星期二 星期三 就是这个它有可能通过 有可能扫过台湾 影响最剧烈的这个时间点 务必要先提前的做好准备 那当然后续就要看看 高掐的势力怎么发展了 到底是长一点还是弱一点 会对这个梅基的路径 后续可能还是有变数的 好 这个周休假期 目前看起来天气状况 还算蛮稳定的 所以建议大家除了计划 可以出去玩玩走走之外呢 加紧防台的脚步了 因为这个台风看起来 又是颇去威胁的 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以上是这一节最新的台风动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